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位同学 这位邻女 这位传说中的老单身 咱们别说什么 无药可救的话 我们对患者 不到最后一刻 是不会放弃治疗的 金光大道 就摆在你面前了 走不走 就看你的了 我这说你呢 怎么变成我走走了 要不咱俩喝点 喝点好聊 喝什么喝呀 我现在等你回答呢 我 我 我回答不了 你别难为我 行 那你不回答也行 你就告诉我你想过没有 想过 怎么想的 我们俩 以前好过 后来分了 现在时过境迁了 我们俩再和好 嗯 成笑话了吗 你想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小鲜肉 谈恋爱吗 不行 那你想和一个有钱有势的老人家 谈未来 那更不小了 再说了 人家那都找二十出头的小妞儿 看不着我呀 看来这老的小的都不成 岁数差不多的 还有比老二更合适的吗 没有 你这发课给我跳的 你学坏了你啊 发生物你学坏了 咱俩之间说点实话怎么了 是啊 咱俩之间说点实话怎么了 我这是说你呢 你别老把我身上演 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有没有可能错情重演啊 要不咱俩喝点吧 怎么费劲呢 快拦着我了 看错了那儿跑 人长 怎么了 开发商的那位彭总来了 还带了一大车东西 说是要维闻幼儿园 您去看看吧 天天 爸爸 你现在当老鹰 带着他们玩啊 走吧 你的手啊 开始 来 我们开始吧 一定要走出去 是吧 看看人家国外的幼儿教育 对于提升你们的眼界 开阔你们的见识啊 有特别大的帮助 我个人比较建议呢 去英国 我读书那个城市就非常地不错 彭总 您说 出当国得多不容易啊 我们又不像您条件那么好 就是 我要像您一样是个富二代 我也就不用干用事了 您说是不是 这话说 这跟你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 努力最重要知道吗 彭总 你们家培阳您肯定花了不少钱吧 家里是做什么大生意的 彭总驾到 老哥 提前赶着招 怎么也得弄欢迎仪式啊 你这话说的 我大老远送贵贵品来的 我可没招你啊 好嘞 你老师哥还要那么谢谢你吗 我 你们这儿 别看着彭总帅就围这儿不走了 赶紧 给司机师傅搭把手先握 拜拜 坐坐 坐 坐 凯子 我回来了 三年了 要说不想了 那是假的 他这要天天地想 谁也受不了啊 再说了 这还有儿子呢 真的 谁都不容易 您是叫汉子 不敢当 你们怎么样 听老三说干得不错啊 还行吧 这三哥他 怎么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们不说这个啊 这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店 就是逼着拼来的 你这喂饭品就是汤衣泡蛋 得嘞 汤衣我吃了 这泡蛋怎么个意思啊 直来直去 说 好 二哥我就说了啊 你说这当初项目是我找来的对吧 弟爷是我给弄的 三哥他也是我拉进来干事的 现在钱也挣着了 还有这幼儿园 我没别的意思啊 这 但是你也知道这幼儿园是怎么来的 当初我是把我妈那老年会所硬生生给改成这幼儿园的 兄弟我做得够到位了 没错 这老三嘛 一直念着你好了 我也真不是说谁念谁的好 我心里面是这么的当歌 但是你说他 这一挣着钱就要拆伙自己单干 是不是 有点不仗义吧 你们俩这好好的 他这是为什么呀 您弟弟您还不了解吗 就是太独 你不 为了他自己那点想法 什么都不管不顾了 就前两天我跟他开一玩笑 我真是开一玩笑 我说 您要是真跟我拆伙 您二哥那幼儿园我可保不住了 您猜他怎么跟我说的 说什么呢 他说 那我也没准 你爱咱们怎么地吧 不是 不应该 老三我了解 不是这好人 如果是像你说的你帮他那么多 他这会儿转身走人是他不对 快点我跟他聊聊 没用二哥 您是他亲兄弟他都不管不顾的 我这一生意场上的兄弟他管我什么呀 不至于 我跟他聊 那二哥咱们有话先说在前头啊 您可不能说这事是我跟你说的 要不然我俩就真走不下去了 二哥懂 郭总 您找我 对 问问您我那房子的事怎么着呢 我正要跟您说呢 都差不多了 您看咱下一步怎么办 按规定办 让他收房 交物业费 如果他还不收 你就让物业起诉他 这样不好吧 他毕竟是您前妻 咱就没别的办法了 那好招我都想绝了用劲子 现在就剩这点阴招了 要不 你帮我下面绕 我哪有您那脑子呀 那我就按您说的办 行 行 那我走了 嗯 不带这样的 不要脸 您也不能这么说 人老三的心意明摆着的 别说一套房子 给我一天文我也不要 他倒想给呢 人民群住也不允许啊 起诉我 那烦笑谁啊 要不然打一辈子官司 看谁笑到最后 我知道你不爱听 不爱听我也得说 我呀还得跟你摆事实讲道理 你听着啊 第一 咱摆事实 到了法院 你可以跟人法官说 这房你不要了 老三也可以跟法官说 这房压根就是你的 你不要也是你的 白纸黑字房本上 写着你名字呢 法院不管你那么多 人就看证据 房本就是证据 你打吧 准书 那照你这么说 这房我还非要不可了 这不是我说 这是法律 第二 咱讲道理啊 你看老三在你们的婚姻里 是犯了错误 他给你房子 不就是承认错误 弥补错误的具体表现吗 你原不原谅是你的事 再说 那你能拦着人家表现哪 再说了 人非圣贤 熟能无故 改了 不还是好同志吗 闭嘴 你到底跟谁一头的 我当然是跟你一头的 一头的咱也得讲理啊 我最讲理了 是他不讲理 还有你 全是歪理 还有你 全是歪理 画都在这儿 画都在这儿 在这儿 我真是 我刚才见了 我刚才见了 在这儿 天天 天天 爸爸到处找你 走了 爸爸 嗯 为什么妈妈不来接我呀 妈妈呀 妈妈工作呢 工作完了 她就来接你了 妈妈 为什么老工作 什么时候能工作完 快了 啊 那妈妈在哪儿工作呀 很远很远的地方 能坐飞机能去吗 想妈妈呢是吧 嗯 爸爸也想妈妈了 爸爸想妈妈的时候 就闭着眼睛 就能见着她 试试 来 二小姐 哎 就这么个事儿 听不明白了吗 哎 反正我听小鹏这么说的呀 也怪可怜哪 我是不是该跟老三聊聊 我觉得这事儿你别管了 怎么了 我听范荣说 这事儿还挺复杂的呢 法院通知我收房 这房我肯定是不要 我也不想见老三 更不想跟他聊这事儿 所以这事儿 只能您跟我爸去办 我们怎么帮你去办呢 老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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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接着念 接着念 他一开始啊也不相信 后来看小鹏跟他说得一脸严肃的 就说行 那我跟你去公司看看去吧 结果这一看不要紧 这后边事儿我都不说了 好 这个好玩 这小子够阴哪 老范 老范 老范知道吗 他说他心里有事儿 拜不得他要走 老范 所以我说的老三是走势流啊 你就别掺和了 你明白你的意思 容容 要不然 这房子你留下 好 行了行了 以后你们的事儿啊 我不管了行了吧 一天到晚糟糕了 真是 老三让你跟我说的 是啊 今天来他就是让我跟你说这事儿 他说有了一段事儿你别担心 他知道他这一走 小鹏肯定他这是难为你 他说他想办 事儿不能让老三一人扛着 我得好好想想 收拾这帮家伙 我说 这个旧城改造项目 我们公司可是志在必得啊 这个标书我们花了大力气 自自斟酌地努力写出来的 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您提提意见 这次投标啊 所有的标数我都看过了 包括你们的 那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程序的事儿啊 你是明白的 所有的商家的都一样 没有什么谁高谁低 那接下来呢就是比对条件 看看哪家有兴趣哪家条件具备 最后绝处生成 那我说啊 我觉得我们公司给出的条件 这可是在所有商家里面 也算是在前面的吧 能给你竞争的也有几家呀 咱就不是让玩子了 您就直说吧 我该怎么办 为了确保工程能够顺利地按时交工 商家中标 要求商家呢 在我们指定的银行存入 总额的百分之十五保证金 在这工程期内 如果这商家有任何的违约行为 这笔款的就不退款了 如果你能够把这百分之十五的数额 主动地提高到百分之三十 那么 你企业的诚信度 就会大大的加分 都加分了 就能战胜你所有的对手 我的意见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都临近照顾了 这资金呢 是要需要时间准备的 来 喂 看得怎么样了 看完了 您等我啊 我马上过来 照你这样说 时间是有点矩 那你的问题是 就是资金啊 但是只要有你和老三的资金 你这个项目我们就铁定吃下来了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 我上次不跟你说过吗 把面子丢在地下 直接去找老三 想着有礼 动着有情嘛 我知道 人我会去找事 我也会去办 但是如果说 要是这样都拿不下他呢 如果拿不下来 我也撤资啊 你 你也要撤资 那你这不是逼我去跳楼吗 你敢吗 我现在就去跳 你信不信 可这里不够高啊 还是这样的 算你狠 怎么 不敢了 不敢了 不敢去听我的 坐下 我们有句话 说 日子死地而后生 做人做事都得狠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就是绝地反击 你现在唯一的选择 非走不可 非走不可 是 大哥 我求你最后再拖我一把 一个月以后就是投标会如果中标 我要交百分之三十的保证金 但是我现在手里面只有百分之十五 如果这个项目成了 那就是我们俩双赢 到时候有品牌有业绩 你的资金会翻现在好几倍的 是 有可能 但我觉得现在是我们分开最好的时候 你我如果再合作下去 恐怕会两败俱伤 为什么 我们现在合作的不是很好吗 现在是 将来呢 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是会变的 你我同样 到了把持不住自己的时候 为了利益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之所谓 能同款的 不能共富贵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那又怎么样 大不了我们试图PK吃了 老虎跟猫决斗 不是很精彩吗 生命里面需要这样的挑战 你是不喜欢的 还是不敢 我不敢 我不敢 战斗还没打响你就认输 这不像你啊 我不允许自己输 可我又舍不得看见你败 那样的场面不好看 所以还是好聚好散吧 那就是我劝不动你了 好 要走 你就潇洒地走 好 不必 到时候 我会给你一个隆重的 欢送仪式 好 郭总啊 特意给我们交代了 这是他离任之前最后一件事 他说 等你们收了房 他就可以踏踏实实地离开公司了 这里就是了 来 好 帆女士 欢迎明慧家 慢点慢点 这 别磕着别磕 你脚脚 你看你上发真软 那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不打扰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 可以给伍业打电话 我们二十四小时服务 好 谢谢啊 不客气 漂亮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姑姑 爷爷叫你来阳台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管着吗 你厉害 你厉害 在 有成章四啊 两包 站了 一五 不是 你快玩牌吗 不是 你成心不想玩吧 我就不想玩 怎么啦 不是 见天这么玩有意思吗 不是 你急什么呀你急 你也有我们愿意玩的 这不是没活吗这不是 这什么玩意儿 看看谁急了 二爷 什么二爷呀 叫董事长啊 郭董坐坐坐 董事长 那个喝点什么呀 有什么呀 龙熊二窝头 跟这北边洋汽水 行啊 哥里哥 这日子过得够滋润呢 滋润什么呀 连业务都没有 郭董 帮我拍了 好 帮我拍了 开始吧 女士 女士 非常欢迎各位 来参加这个酒会 今天这个酒会呢 一共有三项内容 第一项 就是为了庆祝我们 盛达房地产公司 顺利完成 纳布勒斯小镇项目的庆功宴 第二个内容呢 我要宣布一下 盛达房地产公司 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 第三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全体同仁 欢送郭晓阳总经理的告别会 好 那废话不多说啊 咱们紧接着进行第一项内容 你不跟我说这哥你个干的挺火爆 那是以前二哥 现在不行了 人家搞的都是全国的 连锁无聊公司案的 上网就能收发钱 咱这游戏队没人信了 那就赶紧改革呀 改革 谁改呀 您瞅瞅我们这几块料 这不拉倒 这不像指望您吗 您不也在老乡家里养病呢吗 所以说您别老在游灯下 给老乡的女儿讲什么战斗故事了 您赶紧回到革命的活龙中来吧 我们还等您那根红香闪闪放光彩 为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呢 对 我问你们是指望不上 我也没辙呀 我也没辙呀 不是 切菜了 别急 我没辙他有有辙的人 谁呀 招人啊 登报招人才 咱跟着人家干 给人打工 行吗 那你呢 我还是董事长 我负责高瞻员主 对 行 我一会儿就给报社打电话 对 行 得嘞 然后呢是第二项内容 有关于盛达房地产公司未来发展的重大决策 我宣布 从明天起 盛达房地产公司 将全面停止一切有关于房地产经营的事项 转型成为女性用品生产企 简单来说 本公司将成为韩诺集团旗下子公司 为韩诺集团生产卫生精 什么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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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静一静 请大家静一静 这是一个无奈的决定 而且请你们相信我 我比你们每一个人都很熟 我必须得承认 我在房地产经营盈域里面 是一个有勇无谋的领头者 以至于在郭总离任以后 我自认我没有能力 也没有勇气 带你们走下去 所以 在此行大家接受我最诚挚的钱 对不起 还有 我知道很多人都打听过我的家庭背景 也打听过我的资金来源 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们 我的母亲就是韩诺集团的董事长 也就是说 我投资房地产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妈卖卫生金挣来的 以前我不敢告诉你们 我觉得不好意思丢人 我也希望我家里面是做煤矿的 是做金属的 是做金融的 但是我跟你们一样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自己的家庭 但是我选择用我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它 所以我才跟郭总一起创立了盛达公司 我是为了摘掉我头上这顶卫生巾至紫的帽子 可惜啊 好景不长 今天本来应该是我 我认为我自己可以扬眉吐气的时候 但是我只能站在这儿 站在这儿宣布盛达品牌就要成为历史 对不起 彭总 我想打断您一下 您 您现在这个心情我是特别能理解 但是我本人我想说几句比较现实的话 您看 现在站在这里咱们公司这些员工 基本上都是干房地产出神的 你现在突然间让我们大家转行去卖 卖什么卫生金 那我们不会啊 没错啊 我们房产总共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优秀 让我们到商店去卖韩诺卫生金 对不起 我们丢不起这个人 不是 我说句最难听的啊 我觉得您这就是在变上的逼我们离开公司啊 我真觉得太厉害了 我要求公司赔偿我们所有损失 必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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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 是我欠大家的 我已经跟财务说了 每一个想离开公司的 多发一个季度的薪水 就算是我 表示对大家 对公司贡献的感谢 那咱们现在可是专门队上开什么庆功会啊 大家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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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王老三 记得给我们钱啊 不能少了 记得给我们钱啊 别忘了帮钱啊 找店书里看 我知道场面很难看 但是我不怪任何人 有怪就怪我自己 对不起 好 老三 老三 王总 不好意思 我早也没跟您打个招呼 怎么会搞成这样啊 我也没想到 这彭总做这个决定院太突然了 我也明白的 你这一走啊 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其实刚才我特别想跟他说一句对不起 可我有觉得说出来吧 反而觉得虚伪 话到嘴边也没说 你也不必自责啊 我很了解 不过我觉得你这次的决定呢 有点巧思 您可能不知道 下这个决心 我思考了很久 我知道是你把他送上站车的 没有你呢 也没今天的胜塔 不过我以为啊 以你的为人呢 你会再送他一车呢 没想到 半岛你就把他丢下了 所以他就变成无头苍蝇了 你是想说我不仗义 哎呀怎么会呢 现在又不是什么打打杀杀说仗义的年代呢 可是他不明白啊 前两天他跑到我那边哭着跟我说 说你不够仗义 怎么怎么的 幼儿园的事情呢 他帮你立个大功 就算你不做了 他也会保住 你呢在他心目中呢 永远是大哥 我还批评他 说你太年轻了 你不成熟 一言难尽 反正您抽空帮我多劝劝他吧 好 不过你也抽空想一想 我觉得你能够留下的话 也是一件好事 不好意思啊 我去个老人家了 多管些事 那我先走了 公司还有些账务的事来处理 我该还的钱早点回事 明白了 好了 再见 好 拜拜 没有 要我回来了 你早点回来啦 早点过来 你早点回来啦 我回来了 你让我回来了 你让自然很快 原来 好 基督山伯爵 我看了第一部小说 那会儿我还小 但是那会儿我就羡慕他 羡慕他可以行侠仗义 羡慕他可以报仇血痕 局长 你身影盖里跑大的 哪那么多仇恨的 没什么可羡慕的 我有吗 我恨我妈呀 要不是他我怎么会有这个 卫生精之子的名号啊 狭隘 他给了你令人羡慕的生活 这应该不是我恨她的真正原因 我真正恨她的原因大概应该是 几年之前她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恋 离开了我爸 以至于一年之后 她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恋 我爸走了 我想报仇 但是我手里没有钱 直到我遇到了你 我觉得你就是我的那把钱 我讲了 我就是块烂石头 顶多是又臭又硬 磨不成钱 但我原来以为你是钢 还是块好钢 我甚至还有点崇拜你 我把你当我的偶像 是个人 我把你当地的封锁 也没有什么 是个人的封锁 我来自你 是个人的封锁 就是个人的封锁 幸福的人 为了提债 终于世纪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为了一份仿佛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和每一个亲民同心 告诉他们 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你 我将告诉你 我愿意过来 给每一条河 每一座山民 取一个温暖的温暖 我希望 唯唯无诛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忠诚倦子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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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